9月7日 据港媒报道 吕芳小16岁娇妻 吴慧宝在社交账号上晒出老公带娃的视频 同时令豪宅内景曝光 58岁知名歌手吕芳曾与郑玉玲相恋16年 当时两人还达成共识 不结婚 不生育 没想到她跟郑玉玲分手后 转身娶了其他人 还生了孩子 她的妻子是一名富婆 身家丰厚 两人婚后育有一女 艾玛 小宝贝现在已经两岁了 一家人生活幸福 吴慧宝公开的最新一段视频中 艾玛爬上楼梯找老爸 只见楼梯是木质结构 并用玻璃做胆板 另一边的墙面是大白墙 装修非常简约 女儿穿着黄色上衣和白色背心 下身搭配黑色裤子 打扮简单 已经两岁的她 无关逐渐展开 呆萌可爱越来越像老爸 女方 她上到第二层的时候 老爸便走出房门迎接她 虽然现在天天都能看到女儿 但女方始终看不够 只见起脸上挂满笑容 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女方张开双臂与拥抱女儿 却被女儿拉着下楼 妇女俩随后在转角处停下来 女方从后面紧紧地拥抱着女儿 女儿则转过头亲吻老爸脸颊 画面很是温馨有爱 吴慧宝还分享了女儿在花园与爱犬玩的视频 花园面积框敞 里面种满了柔软的青草 可以让她随意走动 事实上 旅方夫妇的这套豪宅是三层别墅 过去 两人分别在社交网上公开过房子的其他内部环境 一楼大厅 空间感十足 里面放置了黑色沙发 以及质感很好的木质茶几机 妻俩平时会在这里陪女儿玩耍 二楼及三楼均设有阳台 家中狗狗经常趴在阳台张望 之前杜德韦带儿子AJ做客旅方家 AJ还跟Emma合影了 连弹同样胖嘟嘟的两个小宝贝坐在一块 像结了两个娃娃 让人爱不释手 说起来 杜德韦跟女方一样 也是老来得子 2016年 他的儿子出生 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 他对儿子非常宠爱 前几年大量经常整天待在家里陪伴儿子 为了儿子能入读师资优良的小学 去年他花了不少时间陪儿子面试 所幸 儿子如愿入读 传统名校 让他可以放心来内地工作 最近 他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二中 凭借着过硬的业务能力 表现得很出色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 相信之后在内地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1964年 在出生于江苏南京的女方 由于父母工作原因 居家去了香港定居 在1983年参加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 其貌不扬的他 凭借超高的唱功一举拿下冠军的头衔 要知道 这个唱歌比赛宣出的冠军质量是很高的 在吕方之前第一届的冠军 一代天后美艳芳 在他之后一届冠军是帅气小生张卫健 所以吕方是实力歌手 推出的专辑都是热买的 他的名气一度 鼻尖张学友 当然他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唱歌上 还体现在编曲合作词上 所以他是有才华的全能歌手 曾合作的都是影后影帝级别的人物 在1986年还和张学友一起在红看体育馆 一连举行了多场演唱会 被誉为和张学友齐名的王牌歌手 他的一首《朋友别哭》《红遍两岸三地》 在2007年的时候还担任了张学友演唱会的嘉宾 2014年的时候在演唱会上一首《我是中国人》 引发全场大合唱 场面很是震撼 有才华的他自然是吸引不少美女的偏爱 最近著名的香港艺术家王宇环的一千万座《山庄》被曝光了 在他所有的亲戚朋友中 一个久违的身影出现在招片中 因为他参与了音乐病体《我们的歌三》 经常出现在大陆舞台上 在番茄站 在节目中 他不仅与人气偶像 翟小文合作打造了文芳四宝 还与国父 王耀青在中秋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 演唱了他的经典作品《完月》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也许是因为吕方已经很多年 没有在大陆露面了 在57岁的时候 他不再像当年那个热情的人了 相反他很胖 几乎面目全非 特别是在大湾区的晚会上 与想要爆发的王耀青相比 很难想象 吕方会用肚子唱歌 他赢得了第二届香港新秀歌唱比赛冠军 你知道 梅艳芳是第一位 获得了这个奖项的歌手 当然 今天的年轻观众 从来没有想到 在乡江音乐界 吕方的歌唱实力 足以与歌唱之神张学友竞争 他们在红看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展示吕方的音乐才华 然而 这些年来 香港的大部分恒星 在很多方面都有发展 就像张学友一样 无论他唱得多好 他都必须拍两部电影 吕方也是如此 然而 一方面 吕方的外表过于诚实 身高不高 大多数能找到他的电影 都是林振英的僵尸系列 吕方的角色大多是小人物 角色很少 还曾经限制了他在歌唱界的发展 说实话 唱歌和表演真的不适合每个人 张学友可以从四大天王中脱颖而出 获得金像奖 金马奖 最佳 男搭配 这真的不是每个人的运气 更重要的是 从我们的宋三和大湾区委会上 我们可以看到 吕方本人并不是一个能够展示和摆脱包袱的明星长者 当然 要想让自己的疆域在娱乐业中保持更为快速的行程代谢更难 她的不求进步受到了香港媒体的长期批评 尤其是她与郑玉玲的16年爱情 香港媒体直接把软道米人的帽子放在头上很多年了 直到两人在2008年和平分手时 许多香港观众给了她很多负面评价 比如她与郑玉玲的接触多年 她追求丁克 后来娶了她16岁的妻子 吴慧宝 这将旅方的形象降到了另一个水平 幸运的是她的前女友郑玉玲 在媒体面前帮助她 并在自己的节目中为旅方的女儿安全送去了完月 这让她摆脱了不专注于唱歌视野 乱投资郑玉玲资金的亥群芝麻形象 香港媒体报道中有多少信息是真实的 对我们的甜瓜时刻来说是未知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两人能够在一起生活16年的人 一定有着不为人道的深厚感情 虽然她们不会一起变老 但这并不意味着郑玉玲和吕芳 会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对方 吕芳和她现在的妻子吴慧宝 可以说是一对非常幸福的夫妻 虽然这个女人比吕芳小16岁 但她们的关系非常融洽 虽然吴慧宝被称为互联网市场的女王 但她是一个局外人 她自己的在线蔬菜配送平台 在香港很受欢迎 她有几千万的家庭成员 这也是反对吕芳的 特别是吴慧宝 怀孕后 吕芳为了让妻子和女儿过上舒适的生活 带着很多钱搬进了一栋大房子 当然 吕芳和吴慧宝之间 也存在着女强男弱的问题 据香港媒体报道 吕芳在三个月的家庭照片中发现 吕芳住在一户人家的别墅里 但这房子是吕芳租的 不是她自己的房子 所以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吴慧宝还是亲自擦了擦汗 把女儿拉到一边 这幅画很温馨 吕芳有了妻子和孩子后 就减少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工作 现在吕芳已经56岁了 为了能多陪伴女儿 她经常健身 保持身材的状态 吕芳也会接一些商演 维持家庭开销 当然她更多的时间 选择陪伴女儿 现年56岁的吕芳 已经不再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 但她曾经的才华和歌曲 是被很多人记在心中的 祝福她今后越来越好 期待她能再创作新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